下一個新聞就是 終於在442天之後 CDC規定聯邦強制口罩禁令在公共運輸上面終於解禁了 這個禁令應該是4月18號解除的 但是為了要避免這些聯邦政府官僚再度延長 終於有一位聯邦法官出手把這個腦殘的政府命令終止了 聯邦法官Katherine Kimball-Mizzell指出了這個禁令超過了CDC擁有的權力範圍 不正當的使用goodwill良善意圖的漏洞來扭曲正當的法律制定程序 而且無法提供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決策 這個禁令一被解除馬上就通知了所有的人 包括還在飛機上的乘客 The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will no longer enforce the federal mandate requiring masks in all U.S. airports and onboarded aircraft 這 morning, many travelers are breathing a deep sigh of relief without the mask Mask will be optional this evening for all crew and passengers as well The nation's largest airlines all dropped their mask requirements just hours after a federal judge ruled the CDC had overstepped its legal authority A Trump appointed district court judge writing Our system does not permit agencies to act unlawfully even in pursuit of desirable ends 馬上解除了 然後所有的人好開心啊,好興奮啊 因為一個法官發現了CDC根本就是在濫用職權 他們使用的是Good Cause Exemption 中文就是善良意圖獲免權 意思就是華盛頓這些官僚 可以為了良善的目的 不用透過正當的法律程序 就來執行政令 良善的意圖在法律上面的了解方法是 為了公共的目標集體的利益 在緊急的情況下可以走在不實用 托泥帶水的法律程序以外 簡單的說就是如果有緊急情況發生了 為了所有人的安全 這些三個字母的官僚組織可以偷吃步 但是我們已經在這個愚蠢的系統下面活了兩年了 如果有任何的緊急情況的話 我們應該已經過了很久了 你看那些影片裡面的人應該都覺得 WOW!這實在是太棒了吧 我下個禮拜剛好就會坐飛機去田納西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先請個假 下個禮拜五 我們如果可以的話我們會先錄 如果說不可以的話我們下下個禮拜一見 好回到這個飛機上那些人 全面解禁口罩是非常令人開心的事情 你看看那些飛機上的人多開心 每個人都覺得戴口罩是一個很腦殘的一個政令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個樣子覺得的 就連一直在支持全面封鎖的人 其實都這個樣子覺得 認為說新冠肺炎為什麼這麼久啊? 台灣的防疫旅館還要搞多久啊? 這個不方便那個不方便 浪費時間又浪費錢 真的每個人都這個樣子覺得 那麼為什麼我們不一開始 就這個樣子做就好了? 為什麼我們要等了441天之後 這可是一個酸甜苦辣凝聚的一刻啊?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變得多軟弱 我們變得多無能 同時也可以證明說我們有多聽話 我們的掌權者有多麼有權力 我們的服從性有多高 節目在繼續之前 我想要先討論一下 我們每天都會有的困擾 就是每天早上起來要穿什麼衣服? 如果你跟我一樣在乎自己的形象的話 這邊建議你去 Abounding Glory 買一件衣服 Abounding Glory 是一間基督徒的公司 專門使用高級的面料 幫助教會還有敬拜團 不只是T-Shirt還有什麼那個 武器啊那些東西 他們使用特殊的印花方式 來讓很一般的印花更有特色 我今天穿的就是他們其中一款 真的穿起來非常舒服 想要同款商品 現在就可以去 aboundingglory.com購買他們的衣服 不但可以幫助一間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購買金額的10%也會來支持 AINews繼續傳達正確的價值觀 購買時使用折扣碼AINews 也會同時享有5%OFF的優惠 現在就去Abounding Glory 購買他們的衣服吧 各位可以想想看 你有多不想戴口罩 口罩這個東西 讓多少人認為他們有特權 只因為他們服從政府的命令 他們就可以下來管所有其他的人 當時的台灣Can Help 然後什麼 耗角響起啊 然後謝忻啊 在這邊說 全世界看清楚喔 台灣只做一次 然後呢 有多少人知道 在公共安全上面 口罩是一個多大的騙局 就連Dr.Falci自己都說得非常清楚 然後 強制口罩的政令 是一個多麼愚蠢的政治手段 只是一個政府使用一個流行感冒 來奪取權力 來控制人民的一個方式 但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照著做了 這個法官是一個很成功的一位女性 她是川普指派的 她現在只有35歲 比我還小一歲 她做的事情非常的棒 但是 這是好事嗎? 我們美國人的自由 我們追求幸福的權利 我們呼吸的權利 是歸於一個法官的決定 教會開不開門 不是在於神的決定 而是在於法官的決定 法官有沒有幫你爭取這些權利 學校開不開門是在於法官 這樣子的情況是好的嗎? 的確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自由跟人權的勝利 但是 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開心 值得我們驕傲的事情嗎? 我只是在說 我們已經失去自我太久了 我們已經不再是一個自由之地 勇者之家的國家了 我們是一群聽話的羊群 而且我們聽的話不是神的話 我們不爭取憲法給我們的權利 我們聽從的是一群官僚的利益關係 而打造我們的生活 不過 這個口罩禁令解除 也是有好處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左派的崩潰 在這個 沒什麼好事 油價又高 生活吃緊 買不起房子 物價上漲 戰爭抨擊的情況下 能看到左派崩潰 是最好抒發自己情緒的管道了 為了讓我們的觀眾更進入情緒 Priscilla 請幫我在這邊放一些難過的音樂 Dr. Jeremy Frost 一位醫生她說 嗨聯合航空 當我幫我 我懷孕中的老婆 以及我為打疫苗的四歲嬰兒買機票的時候 我以為你會維持強制口罩的命令 現在你解除了 而我們必須要搭乘你那 不需要戴口罩的新規定的飛機回程 不用等到全面強制疫苗 包括五歲以下的小孩全面執行 就好像是在說 沒差啊 我們不用再執行幾個月 反正只是幾個小孩會死而已嘛 公共衛生的先行者 Dr. Eric Figuel 發推文說 在阿拉斯加航空重新植入對於新冠肺炎的安全措施之前 我不會再飛阿拉斯加航空 阿拉斯加航空 不要當一個腦殘的航空公司 讓這個事情發生 美國航空公司 請跟隨你這個環宇一家的航空聯盟步伐 你也被警告了 不要跟你在英國的環宇一家的航空聯盟的隊友一樣 英國航空公司 紐約時報氣候變遷的記者Maggie Astor說 我無法想像那些訂這個班機的人 根據他們個人對於危機的計算 需要每個人都必須要戴口罩才可以 結果在空中 在物理上無法逃脫的情況下 他們的計算全部失效了 看到這些走敗的人崩潰 是不是很好笑 不過最後面那個Maggie說的 她是對的 我也是不停的想著那些還被新冠肺炎的意識形態摧殘的人 而且嘲笑他們 幫他們禱告 然後幫我自己認罪悔改 然後幫我自己認罪悔改